5月31日到6月2日 我度过了近两年以来 最上头也最刺激的三天 前段时间我报名了领科的赛照培训 准备把运动天赋带到赛车场 当然能不能兑现咱先另说 毕竟赛车和赛道对我来说都是完全陌生 从零开始接触的 别说下赛道了 连模拟器都是零基础 不过我自认为在普通人里 我的车感算是相当不错的 也经常被朋友说是暴力驾驶 开车太快太吓人 但我自己却总觉得很慢 难道不是满大街显速80 凯斯50的才更危险更吓人吗 而且我还发现我眼里看到的路 好像真的跟大部分自己看到的不太一样 所以一开始我对顺利拿下赛照 还是很有信心的 甚至还感觉能拿到比较不错的场地 5月30号下午 因为这三天的培训日程非常紧凑 我选择提前从杭州启程前往丁波 31号早上8点 准时集合坐大巴去宁波国际赛车场 我们的培训场地 领克赛车运动中心就在赛车场里面 到了之后就是标准流程了 签到领装备 而除了装备 还花三万押金 洗提一张长长的车损清单 看到上面的金额 瞬间感觉这个培训并不简单 好在接下来都是好兆头 更衣是随手选到9号locker 再随便拿一个头盔 79号 尺码正合适 然后到外面看到了印着自己名字的赛车 49号 果然我跟9这个数字的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哦对了 这次的酒店房间也是09号 第一天上午主要是理论培训和考试 主讲教练是赛车手张志强 国内目前最好的赛车手之一 绝对是重量级大神 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一下 而同期的同学们也绝对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其中就包括一些非常眼熟的汽车国主 还有很多一看就是经常跑赛道的 什么探亏 专业赛车鞋跟手套啥的 一应俱全 就让我前一天还莫名的自信 瞬间虚了很多 至于上午学习的内容 主要是赛车相关的技术知识 包括装备 规则 安全 旗语 竞赛流程等等 讲真上次像这样坐在教室里上课 都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 感觉学习能力和记忆力 跟小时候真的没法比 考试时候更是日常提比望字 而且这个考试也不是闹着玩的 还真有几个人挂车 后续还要补考 还好我自己有惊无险 一次通过 然后中午简单修整之后 直接开始直线加速 还有绕装练习 主要是熟悉油门和刹车的脚感 还有车辆的弯道极限 而我们培训所用的车 也是领克威的03家CUP专业赛车 350匹马力 前驱 自动变速箱带拨片 并且全车做了极致清凉法 能拆的全拆 一表盘直接跑马灯 整个驾驶舱都是粗大的防滚架 门板 基盖都是碳 还有超大碳纤维尾 然后是赛道铜椅 这一坐进去 战斗感直接拉满 而且安全带你是没法自己弄的 必须得教练给你系 就跟把你捆在铜椅上一样 特别累 真的一点动不了 那第一个环节 看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全油门汗死 到直定位置 全力刹车制动 不过作为赛车 重刹还是很需要下肢力量和爆发的 当然对我这种能轻松扣篮的腿来说 肯定就不在话下 而这里的难点在于 找到抓地的极限 不要让轮胎爆死 这段顺便给大家听个声浪 赛车就是响 噼里啪啦的 当然上路就别想了 而第二个项目 绕装练习 可以说结结实实给我的自信 泼了一盆冷水 同样是看起来简单 但对于速度 节奏 油门和转向的时机 都有很高的要求 跟在路上连续蛇星超车 完全不是一回事 越往后车的惯性会逐渐变化 非常考验基本功 我前几次表现都很不理想 后来用很慢的速度试了两次 才慢慢找到节奏 同样也是在这个环节 也明显区分出了同学之间的水平 有经验没经验 一眼就能看出来 隔行如隔山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第一天结束的时候 我的心情还是有点失落的 怀疑自己是不是 没什么赛车天赋 但自我怀疑有什么用呢 还不如把精力放到第二天的表现 于是我就连夜研究宁波赛道 看教学 看车载 即赛道线路 还有每个地方的开发 争取在赛道实战中 能够更好的表现 前一天的日常已经很累了 没想到第二天强度甚至更高 这天对我来说 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下赛道 具体内容是分组跟车练习 大约四车一组 每组由一名教练带队 学习赛道走线 刹车点等等 每一圈结束 投车自动让到队尾 保证每个学员 都有直接跟在教练后面的机会 而我有幸分到了韩春平教练的组 飞驰人生 大家都看过吧 沈腾 尹正 幕后的赛车教练 还有电影的赛车指导 就是他 第一次下赛道 一排排赛车 一次启动 列队出发 周围都是排气的轰鸣声 坐在车里那种感觉 真的非常非常上头 该说不说 跟着教练跑 是真的舒服 但没一会儿 我就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迷路了 尽管早上教练已经对宁波赛道线路 还有具体跑法做了详细的讲解 我自己也突击恶补了无数车载视频 自以为已经把赛道牢记于心 但真正自己开上来 完全就是另一码事了 因为视角关系 还有第一次没经验 很快就不知道自己在哪 接下来是几号玩 还有一个对于赛道新手来说很大的问题 就是赛道上信息量非常大 除了赛道本身 还有挡位速度重心抓地等等一系列因素 脑子真的很乱 所以上午跟车练习结束 我又回到蒙蔽状态 而在中午的恶补之后 下午的两节我慢慢找到状态 我发现诀窍就是不要关注那么多信息 先专注于身体对车辆动态的感知 结合上午场内的实际体验 线路和跑法也终于逐渐背了下来 所以后面两节越跑越嗨 越跑越激进 慢慢开始能驾驭车的极限 到最后一节轮到我跟教练的时候 甚至开始顶着教练屁股跑 于是在T9掉头完之后 对讲机里传来教练的声音 这可是来自教练的认可啊 那我开的就更来劲了 驾驶当全是橡胶烧胶的味道 这一圈结束换位的时候 等了十几秒后车才跟上来 这一圈跑完 喊教练跟我说 是看到我的车在后面才发的最讲 而这也是我这两天以来最有成就感的 跟车练习结束后来到走赛道环节 近距离观察每个路间 感受赛道落差 结合之前的练习可以对赛道有一个新的认识 不过4.01公里的赛道用双脚走完 真的从天亮走到天黑 不是一般的累 终于到了最后一天 也是最重要的一天 这一天内容就是完全按照真实比赛 也就是车车会 自由练习 排位赛 正赛的流程 来一场真刀真枪的模拟比赛 经过前一天教练的肯定 还有晚上回去几个小时的复盘总结 对于这场比赛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但真实的情况 却又没那么简单 首先是自由练习 这次没有了教练的引导 同组有12台赛车同时在场 再加上大家的技术水平各不相同 所以路况就复杂很多 保持自己的节奏就成了个很大的难题 并且每一次小失误 都会有车从后面超过去 因为赛车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再想追上是很难的 这样一来 心态开始随之出现起伏 前三圈都很不理想 但好在后面逐渐稳住 越开越顺 别开越大胆 最后在小雨中跑出自己最好的一圈 两分二十二 在同组12辆车中排在第五 不过看到排行榜 我发现高手们也都不装了 第一名跑到两分十四 这个差距对现在的我来说 就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同时呢 我跟前后两人的差距 也都有两秒 也就是说 在正常状况下 我的名次很难超过前车 后车也很难追上我 所以在正式的排位赛当中 我必须更大胆 铺势更猛一些 再配合一些运气 才有机会在正赛 获得更好的发车席位 但来到排位赛 整个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 车手间的对抗明显更激烈 还好有了之前的经验 我先在几个重点地方 尝试更激进的跑法 然后从第三圈开始 跟着前面的快车 在窗口期逐渐找到越来越快的节奏 顺利的话 跑进两分二持 肯定不是问题 但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要来了 当我状态正嗨 冲击个人最快圈的时候 突然发现赛车开始出现 偶尔不升档 油门到底没反应的问题 硬撑着跑最后两圈 但赛车的状况越来越差 速度越来越慢 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 被一台台车超过 最后只能勉强把车开到外侧路间 直到完全停下 然后下车 翻出赛道 等待救援 别人带车被拖了回去 至于赛车抛锚的原因 居然是 没有了 并没有任何故障 真的非常离谱 不过好在我的最快圈排名 并没有滑落 所以我依然会在正赛第五位发车 而大家的成绩 也已经很清晰的分出了几个档 第一名是有丰富赛道和模拟系经验的 所以断崖是领前 下一档是开过很多车 有一定技术基础的车美 然后就是我 这么看呢 其实也还不错 至少在零赛道零模拟器基础这一波里 我还算是表现非常好的 看来在开车这块 咱还是有一定天赋的 终于到了正赛 这次的节奏更紧凑 气氛更紧张 车手被分成三组 领和中心的大屏幕里 实时显示所有车辆的名次和圈速 随着最下面一栏 Time to go倒计时的跳动 明显感觉心跳也在随时加速 很快 更刺激的事情发生了 第一组出现撞车事故 车损还挺严重的 这不花个千把块钱 估计是走不了了 于是我们组的气氛 马上击张了起来 车手们纷纷表示 要苟住 安全带回就是胜利 接下来轮到我们组上场 这是我的第一次静态发车 也是我最后一次 开上印着自己名字的49号赛车 心情呢 可以说是又紧张又激动 那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精彩的昏厥起步 本来发车格上等得好好的 不知道为啥 我脑子就一抽 开始调整车窗和相机 完全没看到红灯已经亮起 直到红灯熄灭 后面的车已经跑出去了 我才匆忙起步 眨眼功夫 已经有三台车超到我面前 那已经这样了 干就完了 我趁着前面战局混乱 直到上先超一台 然后在三号玩选择走内侧找到弯弯心 又超一辆 但一顿混战下来 领先的第一梯队早就跑远了 然后到了九号掉头弯 我发现用之前熟悉的刹车点 感觉制动力比之前更强 导致入弯速度巨慢 在这里损失了很多时间 但我过了好几个玩才想起来 这台车正赛之前 是换过刹车片和刹车油的 所以我应该推迟刹车点 这本应该是我在暖胎圈 就意识到要调整的 哎 只能说输在了经验上 同时我还发现在刹车变强的同时 磨损预发严重的轮胎却没有换 导致车辆横向抓地的极限低了很多 弯速和出弯变得更慢 那经过灾难起步 还有弯道上的失误 摆在我眼前的 已经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无人区 是的没错 我又跑崩了 但一想到 这是我最后一次 在宁赛开热台赛车 甚至不知道下一次要等多久 才有机会下赛道 我知道自己不能就这样摆烂 不能用安全完赛就是胜利这种话 糊弄自己 所以我必须跑出力所能及的最好水平 于是我又开始全力push 刹车点尽可能晚 出弯尽早全油门 反正旁边没车 大不了冲出去一点罢了 就这样 我跑出了三天以来最好的状态 功夫不负有心人 冲到倒数第二圈 我终于看到一台前车的影子 并逐渐逼近 在我最擅长的连续高速弯 完成超越 然后在最后一圈 又超过一台不幸抛锚的前车 连超带减漏 总共超过四台车 最终第四个冲过重点线 在冲线后的散热圈 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一方面终于可以轻松地欣赏 之前从没注意过的赛道景色 同时也开始回想 在这条赛道上的一切 这三天 有兴奋也有遗憾 兴奋于赛车的刺激 还有现少数人的作为赛车手 驾驶赛车的体验 遗憾于自己作为新手经验的缺失 遗憾自己似乎并不具备顶级天赋 但要说正赛中 我对自己最失望的 就是受到他人 还有环境的影响 一开始过于保守 于我自己一直遵循的 别人激进我克制 别人保守我大胆的信条 背道而驰 尤其作为新人 当大家都在担心车损的时候 勇敢去冲 其实是我唯一的机会 但无论结果如何 这次的赛照培训 我还是顺利通过了 我也即将成为一名 中气连 官方盖章认定的赛车手 其实回想一下 我还是应该对自己充满信心的 尽管不是什么顶级天赋 但我在新手当中 已经表现得非常出色了 我这个人是非常坚信 一万小时定理的 而且已经亲身验证过多次 相信只要投入足够多的时间 心血我的上限一定不会太低 最后简单统结下 我的赛车运动初体验法 就像我开头说的 这是我近两年来最上头的三天 也让我更确定 驾驶已经成为我的另一项热爱 同时让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赛车运动的强度 它对于体能的消耗 甚至比我预想的还要大 不夸张的说 作为新手 跑一节不到20分钟的比赛下来 对我来说 甚至比打一小时篮球还要累 而这还是比较低规格的赛车 像GT3 Hypercar F1这种比赛 体能消耗真的难以想象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赛车 就是激烈驾驶这么简单 好了以上就是我参加 领克赛照培训Vlog的全部内容 同时也请大家记住我的新身份 赛车手奔走 不过背着这个名字 压力确实有点大 毕竟9年前学意大利语的时候 哪知道今天来干这个 不过这也算是冥冥中的缘分吧 反正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就别忘了点赞关注 希望看到我做更多汽车相关内容的话 也可以给我留言 最后的最后 还是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这也是对于我这个赛道新手莫大的鼓励 所以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这次登搜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